好 虽然说当兵的好处多多 但是在美国军中的霸凌事件却常常发生 其中不乏华人受害者 去年联邦中原赵美心他的侄子 在阿富汗服役就因为不堪受虐而自杀 所以赵美心呼吁军方要彻底的改善 避免悲剧再度上演 看纽约华人社区一片气不成声 哭诉陆军步兵陈宇辉 2011年阿富汗服役期间 不堪受虐自杀身亡 一张张照片记录下陈宇辉的成长轨迹 曾经的阳光少年 19岁青春年华就画下句点 而还士兵军中受虐 不只带给受害者家庭无尽的伤痛 也成为华人当兵的最大障碍 不过陆军征兵处上市王强表示 这只是个案他不以为然 我在这过去的七年里面 没有任何一个就是我的领导 或者是其他种族的军人来歧视我 这完全是跟个人有关系 而不是跟就是说你的种族啊 或者是你的肤色有关系 所以我认为歧视是不存在的 而对于征兵人员如此说法 联邦众议员赵美馨 却是全盘否定 看照美馨在国会作证 自己的侦字 廖子元作为海军陆战队预员 去年在阿富汗服役期间 同样是遭受霸凌 自杀身亡 年仅21岁 因此他希望先看到美国军方彻底改善 保障华人从军安全 批评军方做得不够 赵美馨也表示 他会在国会持续监督 通过更完善法案 避免华人子弟兵 在军中遭受霸凌 无故牺牲的惨剧再度上演 以上是东西新闻 王一刘李松瑶 在罗山西的采访报道